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更年跌5个月 重返2017年底水平 今年楼价以累跌约10% 楼市可谓价量齐跌 因楼价下调 第三季负资产个案案贵急增近9倍 另外,全球加息周期开始 美联储年内连续7次加息 本港亦跟随三度上调最优惠利率P 市民对楼市更持观望态度 经落案揭转界首席副总裁曹德明表示 今年本港楼市疲弱 加上受累经济及加息压力下 大部分市民的置业部署倾向持审慎态度 在此有物业市民中近9成87.6% 仍有案揭在身当中逾7成半 75.9% 因香港今年连续加息 市供楼压力有所增加 他们主要以 折省其他日常开支 33.9% 以按揭存款挂勾户口抵销利息29% 及转案赚取银行现金回赠 18.9%等方法省息 另外近八成 79.8%不会考虑加案套现或转案 值得留意 没有置业打算市民中 欧四成 42.3%会将资金投放于定期存款 其次为先储蓄不作任何投资 占23.4% 将资金投放于股票市场 占22.7% 近三成 受访者 来年楼价最多跌20% 展望2023年 近三成 27.4% 受访者认为楼价下跌10%至20% 2.5% 25.6% 认为楼价下跌5%至10% 2.5% 25.1% 认为楼价走势相对平稳 及保持5%上落的幅度 另外近七成半 75.8% 认为如楼市持续下调 政府应进一步 减压刺激楼市交投及发展 当中近四成 39% 6% 期望政府放宽置业税 放宽高乘数案揭楼价上限 及下降压力測試 要求侧各占二成半 从调查结果中可见 职口走势是影响未来楼市发展的一大关键 对于加息周期持续 曹德明建议业主 应考虑自身负担能力 及需有长远稳健的财务安排方可入市 虽然大部分受访市民来年置业 意向或投资部署取态持审慎态度 不过 曹氏认为 现时内地及本港开始陆续放宽防疫措施 市场气氛转阶 料经济及社会活动将逐步复偿 失业率亦连跌六个月 如内地下年恢复通关 再配合施政报告吸纳人才的新措施 带动更多优质客户来港入市 相信多个利好因素 会对楼案市场起正面支持作用 憧憬楼市 逆后重生 交投及楼价将见底反弹 美联储于今年3月展开加息周期 年内以连续7次加息达4.25厘 香港银行亦于今年9月跟随加息 年内以3次上调最优惠利率达0.625厘 及公资仍处于较高水平 加上中美贸易、俄乌问题及疫情等 打击全球经济活动 通胀预期仍充满不确定性 料明年美国加息仍会持续以降低通胀为主 曹料明年联邦基金利率 或会升至5厘半或以上水平 约系汇率制度下 港美息口差距进一步扩宽 加上拆息如继续维持高水平 银行资金成本将就增 料本港最优惠利率P最快于2023年上半年增至6厘水平 即实际按息将挑战4厘 加息步伐最快于下半年才会见顶 曹族指按息需或升至4厘 但根据经浪按揭息率指数MMI 过往数据 对比于30年的平均息率为4.89厘 现时的按息水平步入正常化 应属正常水平 在内水平均中 的缘分数